你好 歡迎收看7月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陸宇慧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是防災工作重要的一環 透過社區的主動發想規劃並執行防災的應變作為 提升整體的自主防災應變能力 2號上午特別舉辦了座談會 並且和11個單位簽署合作意向書 縣長徐正為也頒證感謝狀 給長期合作的廠商和社區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座談會 希望透過每年定期進行的教育訓練以及演練 使防訓組織分工更貼近社區實際的需求 與防災來臨之前能夠加強防災的準備 建立民眾從被動轉為主動的自主防災 所以其實在這幾年我們對於區域排水 以及我們各個河川的治理的部分 其實在這裡感謝九合局 給我們非常非常多專業的協助 所以以花年來說 以花年來說 國強排水在108、109年完成 國強排水這整個區 其實它的區塊非常的大 所以又解決了整個水患的問題 那三星溪的排水 我們現在在治理規劃 因為已經有將近快二、三十年做的治理規劃 已經我們三千溪排水完成 但是因為這個10日已久 那現在整個都市計畫區內 有非常非常多的住宅 所以這個三千溪排水 是不是能夠對於未來的強降雨的部分 能夠解決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三千溪排水 我們也在做評估 再一次提升它的防洪斷面的部分 排水的部分 所以花蓮我們大概有兩個區域排水 就是我們國強排水和三千溪排水 之後接到我們的美倫溪 有九個抽水站 九個抽水站 那最大的一個就是我們南濱抽水站 那抽水站的部分 我要謝謝我們穩游花蓮市公所來管理 所以在強降雨的時候 無論是機靈度的部分 也要是否要啟動抽水站 所以我就要感謝我們花蓮市公所 能夠一起來守護花蓮市區的內水部分 因為在我們整個九個局裡面 是水的部分的防災 防災的部分 那在水保有一個土石的自主防災系統 所以這是不同的系統 但是可能我們有一些社區發言協會 同時有兩個系統 這個我要謝謝社區發言協會 謝謝各位我們的揮官 能夠承載起這麼大的能量 我要謝謝大家 因為要分組分很多的組別 而且要訓練要講習 所以再一次謝謝大家 能夠對於我們守護地方 守護這塊土地 大家共同的努力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及企業 與花蓮縣政府簽訂合作備忘錄 在災前的整備 災中的應變 以災後的復原階段 提供各種的人力物力協助 持續擴充合作廠商 提升防災的量能 水患自主防災 可以分為內水以及外水整備區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是防災工作的重要的一環 透過社區自主發想 規劃並執行防災應變作為 提升整體自主防災應變能力 以減輕水患對社區及居民的衝擊 使防災組織能夠更貼近社區實際的需求 對於災害來臨之前 能夠更加強防災的準備 記者林杰 花蓮市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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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